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徐湖兰 昨天就有一位花言发信息留言问我 他说徐湖兰的根据为什么往外生长呢 其实根据往外生长就是越育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根据越育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个原因 给大家看上我这一盆徐湖兰 这个根据就是往外生长越育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给它养殖的时候 太长时间没有给它更换盆土了 使盆土里面长满了根据 限制了它的生长空间 那么它就想办法往外生长 第二点就是我们经常给它浇水 虽然徐湖兰它是比较喜欢虚弱的环境生长 但是我们太频繁地给它浇水 导致盆土上干下湿 盆土里面导致积水 吸收不到养去 它就想办法这个根据呢 它就往外生长了 就出现了越育的现象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土养 如果土养绑结了 或者是土养上面太结实了 努力于根据生长 它吸收不到养去 还有水分养分的话 那么它也是往外生长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它的生长期冒出了这个非常粗壮的新芽 我们也要给它适量的施肥 这样的话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这个新芽呢才会长得粗壮 可以使用一些水溶肥 像这种花兜兜一号 它里面所含的大年甲元素是比较均航的 只要每隔七天给它适用一次 那么它就会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绿把这个新芽长得更加快 长得更加壮实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石虎兰我们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